这养生啊 就是要有事情做 如果你没事 整天待在家里 瞎琢磨养生 一准琢磨出病来 养生 瞧见了没 提高免疫力的螺旋藻 抗过敏的葡萄籽 富含欧米加三的 深海鱼油 防癌症的维生素B 我这一天一大把呀 养个生 我容易吗我 养生是什么鬼 二十多岁 你就开始琢磨养生的事 那你退休了干吗 养生 当然是充足的营养和休息 养生就是生命在于运动 养生 这食补不如气补 这气补不如神补 那这么说来 我觉得得胜术那个店面 也没什么不好 怎么讲 你看啊 这小卖部靠的是人流量 主题餐疤这么有噱头的东西 靠的可是整体氛围 像街内那么安静的环境 反而能够衬托住他的特别 你笑什么 我笑你一本正经地在这儿跟我胡说八道 我 我认真脸 我真这么觉得 免房租我可以帮你申请 其他的你自己找店主商量看看吧 好 小夏 我正想去找你呢 有事待会儿说吧 我忙着呢 彩票点的是你不管了 怎么不管 我管的就是这事 回头找你啊 那你先听我把话说完吧 你们俩这是什么意思啊 是这样 那个 我们和夜班的兄弟有个小比武 我们切磋武艺 想派 派谁出战 对对对 萌萌 你别担心了 有大师兄在咱一定能赢 是的 今晚我上场 全靠二师弟给我开小仗了 原来你们真的有正经事 小猪哥 我刚刚误会你了 我跟你道歉 你千万别往心里去 道啥歉啊 咱闺蜜 怎么没大没小的 不是师徒吗 怎么又变成闺蜜了 对对 我不学秀了 那个秀太难了 我实用不明白 我正式宣布我要 单方面退出市门 我要弃秀齐武了 咱俩以后就是闺蜜 纯闺蜜 再无其他关系 真没想到 那个五刀弄棍的 竟然是店主 我还以为女孩子 会好说话吗 正相反 油言不尽 你没让陈医术长 帮忙出出主意啊 我姐也觉得街口那间 更适合五月 她只同意帮我免出 一个月的租金 其他的让我自己去跟五月谈 那可怎么办 那这么看来 我还不如去找得胜术商量呢 今天我要教大家秦达的最后一招 来 抓手是上一个次教的 翻手 现在我来教大家最后一个动作 也是质敌的最重要的一步 踢腿 抓手 憋肘 这个时候基本她就不能动了 还嫌我不够烦呢 啊 刚把萌萌拱手相扯怎么的 嗨嗨嗨 还要打我 代理长的主意啊 啊 按道理来说 罗子哥有事 于公于私 于情于利 也应该是我来带这个教官 什么时候轮到冰 冰 冰冰了 啊 最可气的是 冰冰冰冰有讲话恐惧症 你看这上来 叭叭叭说得头头是道的 骆子一定 一定你给他开小赵的你 动作讲解就到这儿了 下面大家抓紧时间 分组练习 开始 男性 二师弟 好 那咱们练一下 咱们来吧 那是师傅给小师弟开小赵呢 他练 你不别扭吗 这可有什么的 三人心比我有诗 闻道有鲜祸 书页有转功 做好自己就行了 别计较太多 咱们来吧 来吧 那就比划比划 先说好了啊 点到为止啊 等一下 好不好 我 疼疼疼疼 本来我跟帅儿就不爱上了 想忧郁一会儿也不给我这个空隙行 先放下先放下我点点树 好 几箱 德胜叔 瓷砖都买好了 您看看您这小卖部多好 位置好 店面大 还便宜 干吗非要开彩票点啊 我可告诉你啊 开彩票点的事绝对一点商量都没有 不是我不帮您开 是您这店铺还不符合标准 我必须卖彩票听清楚喽 那您看咱们能不能先商量商量 先把小卖部开起来 我帮您把瓷砖帮您 行行行 放下先 别跟我这儿假惺惺的 你过意志人的再说 你还搭理我吗 行行行 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去 你不走是不是 行行你不走 来啊你看看居委会的人 欺负我这个残疾人啊 来来来来 大家都过来 都过来 这个是咱们居委会主任冯小夏 不管怎么说 他也是代表一级政府的 他之前答应过我 说我在这个小门脸里边呢 开个彩票点 现在告诉我什么 不符合标准啦 什么不符合规定啦 现在呢 告诉我 而且开小门脸就不管我了 德胜叔 我没说不管您 我只是在帮您想办法 你今天来啊 就是黄鼠狼子给鸡拜您 你没安好心 我 你就是想看看我 到底是什么态度对不对 想让我把这小门脸开完以后 就了个事了 我告诉你没那么容易 小丫头骗子 你想跟我耍性儿 你还嫩点 我告诉你冯小夏 我吕德胜是冷了 是残疾了 但是我不好欺负 我之前也是管个几百号人的大厂长 我这双腿啊 就是为政府断哪 给我逼急了 逼急了 我还推着轮 有账市长的车去 我看你到处怎么交代 我看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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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猪来了 过来过来 怎么了 看你一脸的不高兴 有事吗 今天 今天 今天罗子哥没带大家训练 这事我知道 他带着施工队 去安装那个监控摄像头呢 有什么问题吗 没什么问题 我就是来表达一颗 我积极进去的心 不用表达 我都看出来了 看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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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能让路鸣带领大家去训练呢 明明我是代理队长 我对他都轻轻熟熟 你们怎么能说坏人就坏人呢 那你多伤我心哪 你看这啥 这是啥 这是我的心 你们伤了我的心 我都临ati 你有什么感觉呢 最多主要的照片 你不会听到这个禅宾 你没听到这个禅宾 有什么感觉呢 你不会听到这个禅宾 你是ore Р lake flower 那大伙不是都有目共同吗 至于转正 再等等 真做出点成绩来 那领导能不认可吗 至于这个陆冰带队 你们不是好朋友吗 你的好朋友能有这种能力 你应该感到高兴 不应该演糊 你说是不是 我没有 我也需要鼓励 你们也得鼓励鼓励我 冯经理 五月姑娘来了 来来来 我正好给你们介绍一下啊 这是咱们保安队的戴队长 叫朱一鸣 这是咱们街口那个 正装修那个汉剧参拔的 五月 五月小老板 我我我老师 我说你那个 你以后啊 多照顾照顾人家 照顾照顾照顾 比以后啊 我这就要多照顾照顾 冯经理 我这次来 是想请您帮忙安排安排 去李德生的商铺看看 怎么着 你同意换店铺了 我还没决定呢 就是想先去看看再说 对 咱 咱先去看看 对对对 看看挺好啊 看看 看看也好 给 给我吧 对对对 这不是小朱在这吗 让小朱陪你去看看 说句心里话啊 那两个店铺我全看过了 都不错 可是街里边那个 比街口那个还大点 对 那个大 然后你弄点什么 你也好施展 是不 行吧 那经理你也挺忙的 我就带他去看看 好好好 在这儿 我都熟你 以后有啥事啊 小心 小心再见 小心 小心 以后有什么事就问我啊 这是他的心 那 那我们还是稍微快点 因为我一会儿还要巡逻 我可走不你那么快 要不这样吧 你把钥匙给我 你去忙你的 那怎么能行呢 组织交给我的任务 我是一定会圆满完成的 你还挺有责任心啊 那敢问小朱队长 你刚刚是跟谁又行啊 你来的时候没听着吗 我是带队长 我是带的 然后呢 我一带就带了大半年呗 好不容易 今天挪子去装摄像头似的 那组织带队的任务 还让我兄弟给顶 你兄弟交得好不好 什么 我问你 你兄弟交得好不好 他 反正凑合吧 肯定没有 骡子个好 但是也算是清楚明白 你有自信交得比他好吗 那我肯定有啊 既然这样的话 你就直接去找冯经理 跟他说嘛 我找了 你来的时候我正找他说呢 那冯经理怎么说的 还是老样子啊 就打太极呗 就那个小猪啊 还没到时候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识 你想听真话吗 想啊 那我就实话实说了 估计啊 是你平时表现得不够好 离做队长呢 还差那么一丢丢火候 这事啊你不服气也没用 把功夫练好了 才是真的 这姑娘也太知情了 才认识几分钟 就只抽我心窝子 我功夫练得再好 我不也就是个保安吗 你瞧你这话说的 也太妄自飞薄了吧 保安怎么了呀 三百六十行 旁行有手艺 再说了 保安责任重大 院区几千户人的安全 都仰仗着你们呢 对呀 保安把功夫练好了 那也是一等一的本事啊 去这儿了 谢谢 刚才没问你啊 你住这铺子干啥呀 看看能不能当回好人哪 怎么说了 旧小女子雨水火中 这就是天使的笑容啊 看来我朱一铭 终生置业注定 将会是守护女神 前脚 萌萌刚被那个萝卜 给工作了 后家儿 新女神 就来了 你们说 我拿着粉色的人生 可怎么办呢 小五妹 你放心 我一定努力 把自己变成了男神 与你 比 双飞 好 我 你别想一道光 一生的真影荒 我从半夜到楼上 彷徨 你神经病啊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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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你 干吗呀你 小夏 德胜叔妈你是她不对 但你也不能想不开呀 你都看见了 那你干嘛不出来帮我说话呀 我我我是在监控室看见的 看完我就马上赶过来了 赶到的时候 我就看见你一个人在路上跑 我就追你到这儿了 我还担心你做什么傻事呢 我哪有那么脆弱呀 就哭鼻子 已经让我觉得很丢人了 你 你不是傻往 往下跳啊 跳你个头 我跳 不是就好 罗子 我突然发现一个真理 这人哪 就不能怕 这遇到困难 一怕一怂 就一转有更困难的事等着你 看来我得 迎难而上 直接去找五月潭 我就不信了 我还非得把德胜叔的彩票点 给办下来不可 这 这里有个两米三四嘛 这比原来的地方有大好多呀 看了我以前买的东西都能用 那行 那下班了之后 我就来陪你装修吧 不用 我请工人了 工人哪有装得好吗 我当保安之前 是干泥马匠的 真的呀 我没他出来呀 我这个人吧 为人细心 忠厚老实 虽然弄得慢一点 但是我可以保证治疗 好吧 那我请你帮忙做监工 那你扫我一个 对不起 磕上了 你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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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被门架了 老朱 你干什么呢 我为你半天你怎么不离我呀 干啥 不让你去帮张婶儿去通下手道去的吗 过来干啥呀 张婶我帮着通了 但是她说通都不行 让你去通啊 你通完了 你通下手道 你通不好 你烦人 办成事呢 扫上了 好 我叫倔强的杜鹃花 好啊啊 你通过一下 这是我的二维码 你加你干啥有什么用 你加一下怎么用 加 加什么 我鲁铁铁 我告诉你啊 你当教官 你不把我当兄弟 我 我把你当兄弟 你怎么这么对我呢 我看见你我有来信 有事 你就 你就喊我一声 我马上就出现了 你 你在这儿我就烦 就下手当你胸不好 你你过来干啥你 你要干啥 随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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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底是开心还是生气 我当然是生气 我看见我生气 生气 老师 老师 有什么事呢 发育了小猪 还云过来我都听得到 你是不是生病了 云是 小猪 你自然要注意身体 算了 这 这不行了 改天再跟你聊啊 走走走 小猪 你还用胚胚胚 胚胚胚胚 这位保安大哥 你不用这么客气 你还是自己吃自己的吧 没事没事 他今天是我助理 就是来伺候咱俩的 是是是 你就当我是透明的 我就是来提供服务的 要什么服务您说话 你这哥们还挺仗义啊 包服务 包打听 还包隐形啊 那必须三包 是吧 对 做朋友吧 不仗义点成 咱们言归正传吧 说 今天找我干吗 五月姐 还是上回我跟你说那事 我想拜托你 把你的店铺让给得胜叔 其实吧 我都已经去他的店铺 看过地形了 这装修材料 我再补点 应该都可以用 至于人流影响嘛 其实也还好 就是可惜我之前的装修了 装修还不好办 不是 五月姐 你同意了 同意了 要不要我给你写个保证书啊 好好好 赫子哥他同意了 他同意把店铺让给得胜叔了 好好好 好好好 今天那个他最近有点激动 压力有点大 走走走走走走 五月姐 你敬我一尺 我就敬你一仗 你这新店铺装修啊 我包了 你包了 免费 还免费 对啊 那材料呢 材 材料 材料你就别管了 这些都交给我 我回头啊 一定帮你搞定 那可真是太好了 咱们就这么说定了啊 明天你来找我拿设计方案 到时候你可不许后悔 你放心吧 我这人最讲信用 一言为定 看把你高兴的 azo 怎么了 还怎么了 都怪你 小二百斤押上来 我这身子骨 哪扛得住我 我看看 有了 这儿吗 有有有有 闭暗了 疼 应该是阮组织磋伤 回去得兵负 可千万别热负啊 知道了 要不还是去医院看看吧 现在就去 喂喂 你慢点 因为他把我这只胳膊也拉断了 医院就不用去了 你要是真觉得不好意思 帮我个忙吧 说正经的 还是看一看保险 我让你帮忙怎么不正经了 什么忙 你帮我弄个装修队吧 装修队 今天呢 那作为千鹤亭社区 新一届夜委会委员的候选人 今天能够在这里 做一个竞选的演讲 心情呢既荣幸又激动 说实话 我也算是这里的一个老业主了 从千鹤亭集团社区成立之前 我就跟我两个爸爸 已经住在这里了 所以在座很多老业主 还有一些邻居呢 都对我很熟悉 我为人嘛 大家也很了解 就是严守规范 绝不马虎 眼睛里面揉不得沙子 高标准 严要求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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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根结底一句话 大家愿不愿意帮得胜出这个忙 把装修这个重担扛起来 先说好啊 那个上访户我不帮 换别人还行 换谁 换谁我还没想好 但是我也得为兄弟们说一声了啊 参加装修的兄弟们 能不能少寻一般杠 我再重申一遍 这是志愿服务活动 参加活动的人 班照上 夜照群 只能用休息时间 轮流进行装修 全凭自怨自绝 我开个 开个玩笑 你看 你还激眼了 我先表态啊 那个装修我 我参加啊 我在我们村 那技术一流 我是泥瓦匠 泥瓦匠 对啊 我 我真的是 一等一的泥瓦匠 我们家建房子 隔壁乡里八千 盖住圈 全是靠我来 我介意 由于朱一鸣同志干过泥瓦匠 是真正的技术人员 这次装修 由他出任装修队队长 怎么样 好 队长啊 我没想到啊 光荣地受死重任啊 但是我可说好了啊 你必须带领大家 保质保量地 完成装修工作 好来来来 来 这个我传达一下 我的精神啊 从今天开始 大家把业余时光 都投入到 如火如荼的 装修事业中来 大家准备好了吗 好 解散 聊聊聊聊聊的过来一下啊 大家好 我先自爆家门 我叫徐然 刚从美国念完硕士回国 我为什么能够站在这里 为什么能够成为业主 既然站在这里竞选 业委会的委员呢 我想大家可能会觉得因为 我的父亲是千鹤亭集团的 董事长 关于这一点 我不否认也不回避 我甚至会利用这个优势 为广大业主争取更多的利益 我的竞选主题很简单 打造人文化信息化的社区 我现在呢 在咱们集团的IT部工作 主攻的项目就是社区APP 大家请看 这款APP只要一旦上线 这款APP只要一上线 就能够将物业 居委会还有商铺 甚至志愿者服务等等的需求 和我们所有的业主 息息相关的所有需求 集中整合的你们的手机客户端 只需要一个口令 你们就可以完成诸如 送水 送饭 还有打扫卫生 紧急救护 志愿者服务需求等等的要求 如此一来呢 社区APP不仅能够完成 不同年龄段的业主功能性的需求 还有助于拉近人和人之间的距离 将我们分散的业主集合起来 将我们千鹤亭打造成 适合老中 青 少 四代人 共处的现代化 人文化的美好家园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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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 做什么 看自己呢 看自己呢 啊 看自己啊 看自己那天 太多了 过了 看看自己呢 举餐吧了 我也想请诸位老友啊 能够帮我找一找身边的 能工巧匠 不是 不是 你说明白了 哪儿要冒失一个月月来 你们家楼下住的 不是那个黄老师吗 这月月啊 是黄丽因老师的学生 这孩子命苦 从小啊 父母双亡 所以呢 黄丽因老师呢 就把她当作女儿一样来对待 她是黄丽因老师的得意门生啊 那正宗的刀马蛋 我本来想啊出面帮助她的 可是黄丽因老师说什么不同意 我没有办法只好听她的话 因为那个 因为我不是跟小黄老师现在 所以啊 我只好求你们几位老友啊 出面 帮帮我啦 小黄丽的徒弟 对 要帮 要帮啊 对 那我就负责当个监理 保证工程质量 我相信你 什么保证什么工程质量 现在的理念倒过来了 是轻装修重装饰 你不是人面广吗 认识人多 你叫朋友帮个忙 多做一点软装修的东西 好主意 对对对啊 我呢 回舞蹈队 我去宣传宣传去 完了我再叫几个志愿者来 我 我谢谢 谢谢 谢谢几位老兄了 徐徐 怎么了 你干吗又生气了 我还就不相信了 我徐然还干不过他言标准 你干吗跟老人家计较啊 什么老人家 我着急了 该干架就干架 你这样不好啊 你要尊重老人家 这可是我们中华民族的 传统美德啊 现在问题是他不爱幼 他不爱幼 那就 羞羞脸吧 你怎么可以把自己 当成小孩呢 老婆 你好 羞羞脸这个词 你是怎么说出来的 你现在都跟什么人 混在一起啊 你怎么越来越娘了 我真受不了 对 我娘没错 你对娘越害怕 说明你对娘有这个潜质 博博 有完没完啊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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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完了 我完了 咱们应贵真转 我们说言大也行吗 来 你自己看 看见没有 言标准现在高票领先所有人 这样下去就算我 竞选成了叶委会的委员 主席也没戏啊 看来你要超过德高汪传的前辈 可不容易啊 看来我要亲自出马 我帮你拉拉票 放心 放我身上 就你 就你还亲自出马 大言不惭 我这干什么的 电视台主持人啊 我的节目基本上都是老叔叔老阿姨看 他们都是我的铁杆粉丝 我一说他们肯定会听我的呀 你放心 放我身上 对呀 伯伯 我没想到你还有这功能呢 我人气可旺呐 来 大家还是轻辣轻梦啊 抓点紧 来 那个罗子 你带两个兄弟啊 出去把钢刀的木头给卸了 好 来 走 周队长 你老指挥别人干活 自己也不干 我是队长啊 我又有全局观念啊 你没当过领导 你不懂我这全局概念 你看罗子没有 罗子哥都为我麻烧事战了 上车吧 我烧你 怎么着 你是怕哥们把你给卖了吗 今天有星星 坐车可惜了 有星星 坐车上看不是很简单的事吗 赶紧上车 别不给哥们面子 我没想到你还真帮我 找了个装修队 那是 我说话算数 小夏 真的谢谢你啊 不用 不用 我这也是为了完成我的工作 给德胜叔搞定他的彩票点嘛 那你也不用帮我啊 装修本来就是我分内的事 那我还麻烦你挪地方了呢 我五月呢 从小学习 最讲究的就是 江湖一起 从今以后 你 冯小夏 就是我 我约的好朋友了啊 有什么事你尽管开口 好 以后有事说话 好 你俩要一劫进来 也别挡到门口行吗 走 走 走 小涛 你这好好干啊 我告诉你 那晚上聚一下 我带你去麻烫去 老朱 你别光指挥你也干活啊 我的工作啊 现在基本上完成了 我现在主要就是监督 督导 你完工了 那你早说啊 早说我早就宣布了 来 待会儿注意了啊 我是总队长 朱队长在关键时刻 还得听我的指挥 下面我宣布 朱队长光荣地完成了任务 就地打合原集 和大家一起干活 好 来来来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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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队长 你太过分了 你 你这又给我卸了 你又给我装进去了 真多 早干早完工 就是 干活了 现在看星线啊 都成为一件奢侈的事情 小时候 满天都是 没人稀罕 高楼大厦越见越迷 光害强了 污染也厉害了 你要是真想看星线 那就得自驾开车去九龙山 这个时候正是看星线的时候 白天烧烤 徒步 到了晚上 在山上挂上帐篷 放眼望去 满天星红 哇 悲鸡了 徐大公子说起玩来 见解 颇深 行 你这反讽 那我就当夸奖收下吧 会玩总比苦行僧强吧 由衷地赞美你当反讽 你这悲害妄想症得治 我可不傻 好烂 我还是分得清的 下午鼓掌你是真心的 刚刚呀 明明就是讽刺 下午鼓掌我是真心安慰呀 你够狠哪 胡大爷 您来宣布吧 好 街坊邻居们 在冯小夏 罗子哥 还有咱们保安队 志愿者们的共同努力下 今天 吕德胜彩票站 兼小卖部正式开张 欢迎诸位光临呐 好好好 刘正书 祝贺您 好好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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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胜叔 这么喜庆的日子 您抗护什么呀 我高兴 我高兴的小夏 小罗 我李德胜 有的时候犯魂 有的时候无礼 你们还从来不计较 给我完成了这么大的一个心愿 我惭愧 德胜叔 您这不是犯魂无礼 您这是目标执着 爸 多吃点 妈 我看着那个德胜叔的彩票点开张 这心里头 比中了一百万还开心呢 这幸福感啊爆棚 好 好 艾佳 爸真为你骄傲 叔叔 咱俩小夏呀 懂事了 长大了 成熟了 成熟 没看出来 我看是越来越傻呆捏了 家里有你这么个老傻呆捏就行了 现在又来一小的 妈 您今天这又怎么了 我可没招您吧 还没招我 我问你 你跟徐然分手 你准备怎么办呢 妈 你怎么又来了 我才分手几天啊 能怎么办啊 人家离婚的还能复婚的 那分手算什么呀 反正我不管啊 我告诉你 我就看上徐然了 妈 你能不能不要总提这件事啊 就不能往事随风吗 这才几天就随风了 我看你是真没良心呢你 我不吃了 不是 叔非 你这干什么呀 我 我这金银骨子 揍了一桌的菜 这不 一家人高兴的吃一顿 你 没 没 闲得你提训员干什么呀 高兴什么呀 高兴 我看着你们两个人 为这种破事高兴我就来气 你俩怎么着 全心眼啊 天天帮着人家奔好日子 看看自己过的什么日子 这不是咱 咱家日子过得挺好的吗 好什么好 看看人老徐过的什么日子 再看看你过的什么日子 再看看你那傻闺女过的什么日子 行了 一说这事我就来气 没胃口 不吃了 不吃 不吃 我吃 喂 什么 打劫 伤得严重吗 好 我先过来看看 谁 是咋的 出事了 我去你看看 谁 谁 谁出个别人 快 快 快看 看一下怎么回事 说什么玩意 说什么 陈警官 小罗 怎么样了 一个老大爷受了点皮外伤 在里头缝合呢 谁干的 说是几个骑电动车的人 应该有那么两三个吧 估计可能是个团伙 抢走了一个电脑包 里头有笔记本电脑 还有点现金 怎么突然出这么大事 前两天啊 就接到通报了 一直在隔壁片区呢 今儿就转移到咱们这儿来了 玩意儿也太大了 既然来了 绝不能让他们这么轻易就走了 我已经让同事啊 去拿监控了 咱们回头好好研究一下 看看怎么应对 好 喂 是我 什么 在哪儿 好 我知道了 又发生了一切 什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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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